为我最能量 去海之亭地 为我最能量 过去侨倾的设计 通常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用一张长板凳 或者是桌子 或者是长板架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侨倾的设计呢 都是利用了一些铁桩 再加以修改 拼成的一个侨倾 一个侨倾 同样的 只要会利用很创新的东西 也能够在很传统的地方 都很全面的能够发挥出来 故事的内容也是大同小异 就是说是指游山吸水 从一处到另一处 既然来到桥边 他却发现了原来这个桥 好像很久没有修了 桥墩产却不全 那么狮子为了过桥 也不管得那么多 就凭着他的滋勇 多次的试探 经过了肯定 觉得这个桥墩没问题了 再继续上桥 据它 最后能够的 夹去 四季 让一躬 起来 结束 永远 俩 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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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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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样的故事 上桥必经过疑似探后 上到桥上 一定会有赵水影的故事内容的发挥 一样的他们也要做得很淋漓尽致的 才能够真正的是把这个诗意的形态表露出来 把故事发挥得让人家很容易理解 现在这个故事里面说的 就是说他已经来到桥上 经过试探之后 原来也是看到全无趣路 但是呢 无形中又发现有形好吃 所以 它也是叫做一时一得 中文字幕 演出的过程中 除了传统的工价 基本的架势 也配合了很核心的技巧 难度动作 比如说上单腿 滚翻 或者是反伸腰跃 弯腰 这些等等的难度动作 就很轻易的 在传统的武士里面 很容易的 轻易的发挥出来 传统的东西 不能很固执 传统的东西 传统的东西 要继续的发扬的话 继续的发展的话 肯定的 一定有它的 一些新的元素 所以 我们在看 这个武士的演出过程 我们能够看到 地青有地青的政法 高价有高价的政法 都是大家 为了传统里面 不是原来 一定要把原来的东西 做得更好 再加上一些核心的动作 会把整个试剧 偏做得更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统的武士过程中 必须符合情与礼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武士 有上有下 但是都符合 一座 狮子的本性 经过试移探 上 步步小心 下野的步步为盈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